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了很多时间才种了一个瓜 这个不是两个是一个 有很多人在家因为没有地方去 也不能够去很多地方 所以在家当中种菜种花 许母他喜欢种瓜 他种了一个瓜 他用一个网把它保护 把它盖住 让它的非流小动物不要把它去掉 因为我们都很期待去这个瓜 我们要种花和种瓜 需要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有这个去 所以今天主耶稣他就讲那个比喻 我们叫沙种的比喻 但其实我觉得沙种的比喻 可能是一个泥土的比喻 种子的比喻 比喻可能更好 因为耶稣他今天说 因为耶稣他今天讲这个比喻 这个沙种的比喻 马太福音 今天念许三讲那个沙种的比喻 其实他的最重要的 这个比喻的重点 在乎那个泥土 什么的泥土 才能够有这个瓜 有果子来去 有人就问 为什么耶稣有讲比喻 怎么麻烦 比喻我们很难明白 有时候有些比喻 今天这种比喻比较容易来明白 但有些耶稣讲的比喻 2000年以后 还有我们有不同的解释 耶稣他用比喻 就是把一些很简单的 比如种瓜 种一些种子 沙种 一些农夫 他们平常的工作 很简单的 他要用一个方法 将一个真理 带出来 让人家 有一个哇 有一个 突然间 有一个欢呼的感觉 那个陶德 CHD 他说这个比喻 就是把从熟悉的 一些的事情 到一个陌生的内容 叫听的人 敬为启示 上帝又给他们这个启示 一个惊喜的启示 有人去看医生 他跟医生说到 每一次到7-11去买东西 买东西吃 买饮品 喝的时候 每一次我都要头疼 头不舒服 医生就问 那每一次去 那个7-11的时候 你喝什么 吃什么 他就告诉这个医生 然后医生说了 你这个毛病啊 叫 Shinopalatin Galinaria 差不多是这样 我在Google Practice都很几遍了 比较难读这个词 外面很长的两个字 这个什么病 这个什么 那个人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病 这个病呢 就是 Fleasing of your brain 就是当你喝一些很冷的饮品的时候 当你喝得很快 喝着雪冰的饮品的时候 喝得很快 结果冰了 就把那些脑袋 冰了 有一个 一段 一个时刻 突然间你的头脑 就忍受不住 所以你有头痛 我记得 我们两个孩子小的时候 他们很开心 就是当我们带他去这个7-11 他们每人都买一个 那些很冷的冰的饮品 很大杯的 然后他们喝的时候 他说 Brain is freezing 这点脑 突然间有一个冰冷 很难受的感觉 如果你不知道我讲什么的话 下一次你去7-11 我去买蛋糕 那时候你拿一杯 凉冰水 你喝得很快的时候 你会知道 这个是什么的病 就是透过一个 好像很平常的 一个的事情 耶稣让我们学习一个的功课 一个的真理 让我们能够明白 记住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 在平常的人 他们可能不明白 耶稣 天国的奥秘 给你们知道 却不给他们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听得懂 越是听得懂的人 越是愿意接受的人 这个真理的 这个天国的道理的人 他们越是明白 心中越是坚硬的 不愿意接受的 他们越是不明白 所以这个比喻 parable 就有这个的神秘 奥秘在当中 这个parable 我们讲到两样东西 总结就是天国的道理 泥土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要留心的去听 在这个parable当中 这个比喻 在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这三本的福音书当中 都要讲这个比喻 所以当我们去 如果要学习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有三本的福音书 我们都要去看 所以我要看到这三本书 讲这个比喻 这本书讲这个比喻 这三本书讲这个比喻 都讲到 听 留心的去听 听上帝的道 所以今天的题目 我的题目是用个心来听 不是用耳朵 人都喜欢讲话 不喜欢听话 听人家说话 我小的时候有一首的流行曲 可能当中有些人都听过 Sound of Silence 两位很著名的歌星 他们唱的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沉默的声音 人们对话 没有透过交谈 他们在讲 不断地讲 但是没有一个的交谈 人们在听 但是没有透过耳朵来听 他们听不进去 偶尔我们有发觉 当有人在谈的时候 有人在不断地讲 讲完以后 另外一个人在不断地讲 但是他们两个都讲了很多东西 但是你看到他们没有一个交流 在当中 你讲你的 他讲他的 有人喜欢讲话 不喜欢听话 美国有一位的议员 Senator Linton Johnson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You ain't learning nothing When you are talking 就是当你在讲话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学习任何的东西 因为当你讲的时候 你就没有空间来学习 我们要留心地来听上帝的话语 今天大家在这里听道 上星期我相信你也在这里听道 你每年起码应该听五十二遍的道 还有其他有空的时候 在网上要听其他的 特别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 越南亚训 越南亚训 很喜欢在网上YouTube 找不同的讲员来听 不断地听 我们觉得听得越多也好 越好 但是你听得这么多的道 你有多少的道 在你的心中结出这个果子 你还记得上一次我讲道的题目是什么 应该记得因为是感恩节了 我讲那个感恩 我感恩的内容你还记得吗 可能还记得一点 那么我在上上一次的讲道 你还记得那个题目吗 应该记不起了 对吧 我们听了很多 但是 有没有用这个心来听 我们喜欢听不同的讲道 但是学生的讲道 好像对我们的生命完全没有一个接连 没有关系 就好像去听一个歌唱会 一个歌声演唱一样 听完 讲得很好 我们把这个讲道打分 七分 六分 唐牧师的时候五分 每一个讲人都打分 但是我们忘了 我们听到最重要的不是那篇道 讲得好不好 尤其当我们听到的时候 不许给那个讲员 讲得好不好打分 我们是应该为那个听众 为自己打分 我今天听不听的进去 我听得到多少 有多少的我今天听的影响 我的生命 这里要吸内的泥土 吸种的地土 也代表我们要吸种的耳朵 要吸种的人 第一种的 第一类的 当这个种子杀在这个路旁的时候 小鸟飞来把它吃掉 加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意思呢 凡是听了天国的道 却不明白的 那恶解 撒旦 走来把杀在他心中的堕去 这就是杀在路旁的 天是心肠的 跌离的人 他就是听不进去 你发觉到四种的 这个泥土的当中 的种子都是一样的 不是在这个 这种的路上 撒一种的 没有那么好的种子 这边撒一种比较 A-grade的种子 没有 都是同一个种子 同一个天国的真理 但是有四种不同的接受 第一种是 替世心肠 他们的内心很硬 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讲所有的比喻的时候 他不是跟教会讲的 因为那个学妹要教会 当然不是跟教会讲的 他是跟所有 虚假上每一个人 所有在他旁边 听得到的人讲的 很多人听他讲道 所以他讲到 第一类的人就是 听了这个 天国的道理 但是完全没有 在他的心中 扎根 非要有 撒但 把这个种子 夺去 可能我们当中 有一些心的朋友 我不知道有没有 可能你偶尔来听福音 可能听福音 听了很久了 你的心 是不是一个 刚硬的心 这个福音 能不能够进去 你的内心呢 所以我希望能够 你打开你的心 不要关起你的心 来接受这个福音 前苏林有一位的领袖 叫赫鲁学夫 赫鲁学夫 他是苏林的一个领袖 他一直就否认有上帝 他是很著名的无神论解 有人来访问他 他一直就问 你真的是一个无神论解吗 他说 当然 你怎么那么确定 你学为无神论解 他说 上帝都知道 我学为无神论解 我们的心是不是很僵硬 僵硬 不能够打开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他讲的是 他跟随他旁边 没有接受这个真理的人 但今天我们当中 我相信大部分 在崇拜当中的都是 弟兄姊妹都是基督徒 但是同样的 我们也需要 在这个时刻来 反省 对这个真理的 接受 我们的心 是不是 提示心强 不是 每个星期就讲到 最近我在打扫我的书房 我把一箱一箱一箱的奖章 都拿出来 现在都在这个电脑 不用写 重新都有写 所以很多很多的一箱一箱的奖章 我砍了砍的手 差不多有一千 没有一千有几百 很多的奖章 我想我讲了这么多的 讲到 不知道有多少人 记得我讲的内容 有多少人 接受的上帝的真理 在他的心中 解除这个果子 我上次每一位的墓序 特别老的墓序 好像我一样 常常在想 是不是我们长大的时候 好像对上一道墙 讲到 人是在听 但是听了以后 完全的听不进去 希望 这种子们都不是 第一类的泥土 第二类的泥土 比较好一点 有的落在泥土不多 但是也有一些的泥土 泥土不多的 徐地上 有一点点的泥土 但是泥土不深 很快就讲起来 这些种子 他很快讲起来了 哈利路亚 他接受这个真理了 当太阳一出来 就把它晒干了 就固毁了 就没有了 这些杀在这个 很浅的泥土的 上里的种子 就是人听了到 很欢欢喜喜的来接受 刚才我们到布道会 培林会 东宁会 夏宁会 一些的 祝会当中 我们都很开心 很开心 欢欢喜喜的 接受这个救恩 来到教会 教会 有去的 有玩的 有团契 扑勃 爱人 很热闹 很开心 我来到教会 每一样都好了 但是现在 教会 不能够进来了 在网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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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餐 不能够进来 教会 打乒乓球 没有 从前 那个热情 慢慢就离开 教会 他们里面 没有根 他这个 接受 是暂时的 一旦 遭遇到 患难 受到 避害 就立刻 跌倒 流 这是第二 二类的人 他的泥土 不深 但是 这个总结 在他的心中 已经 上根 也 已经 结出 一个 降代了 可能 没有果子 但是 也有一刻 的 局务 出来 但是 当这个 苦难 来到 他们就 离开 我们 全福音的时候 都讲到 耶稣 爱你 教会 爱你 每个人 都那么好 但是 我们不敢 提到 一个的 患难 当我们 跟随耶稣的时候 有一个 的 代价 这个 恩典 不是 cheap 廉价的 福音 基督 这位基督 乃在乎 他的 受苦 和 招 气 诀 所以 这位 门徒 也是在 与他们 分担 主的 受苦 招 气 诀 和 丁 许 之家 这是一个 很著名的 一个神学家 德国神学家 他的 门徒的 代价 的一本书 当我们 来跟随 耶稣的时候 要付一个 代价 但是很多的 信徒 他愿意 开心的 时光 但是 不愿意 付 代价 当他们 遇到 困难的时候 他们就 离开了 他们 没有一个 忠心的 来 跟随 上帝 在 日本 有一只 的小狗 他叫 和 曲口 和曲口 他是 一只 的小狗 他每天 早上 都陪 他的主人 到那个 火车站 去 等他的 主人 上圈 然后 到 旁 晚上的时候 他又 再回到 那个 火车站 去等 他 回来 每天 都是一样 他跟 这个 主人 的 感情 非常的 好 后来 在1925年 这个事情 发生 那个时候 一个晚上 当 小狗 在 火车站 等候的时候 主人 没有回来 因为 原来 他有意外 在另外 一个 城市 当中 就 继续 死掉 但是 这只小狗 他每天 还是 一样 每天 都到 火车站 去 等 他的 主人 回来 一直 等 等了 多久 等了 要 十年 等了 要 十年的 时间 每一个 晚上 都去 等 他的 主人 回来 有些 等 一个 小时 后来 人 就 做了 一个 童像 来 纪念 这只 小狗 纪念 他的 中场 当中 第二类 的 泥土 他们 这首的 福音 当然是 没有 这个 faithfulness 忠诚 困难 一来的时候 他就很快地 离开 第三种 比较好一点 第三种 第三种 泥土 然后呢 这个 种枝 落在 这个 泥土 当中 他就慢慢地 长大 当然 当他长大的时候 有 经济 经济在旁边 经济 长大了 就把它 压住 寄住 那 撒在经济里的 就是人 停留到 有 今生 今世的 忧虑 和财富的 迷惑 把 寄住 解不出 果实来 解离的人 他比较好一点 因为 解离没有 他的根 不深 他的根 不好 他已经 长大 他生根 他的根 可能很 绝世 但是 他不能够 解除果实 为什么 解离人可能 他 对圣经 很熟 他甚至在教会 很多的书风 他可能很 违生 他可能 在教会 有很多的 聚取 他常常去聚会 他可能 生命 也很盛 但是 他们要 解除这个果实 为什么 因为 有这个 真身 今生 的 忧虑 财富 迷惑 他 受这些的 引诱 distraction 他不能够 专心的 来 接触这个果实 他不能够 专心的 跟随 主 做一个 跟随 主的 门徒 可能 这些困难 来到 他不怕 他因为 他有 跟 他强大 这些 challenge 困难 遭遇 逼迫 来到 他抵挡 所以 魔鬼 他很厉害 他首先 用一些困难 叫你 跌倒 叫你 把这个 根 都 拔掉 但是 当这些困难 不能够把你 压制的时候 撒旦 用另外 一个 圆 的一面 就像 孟子 他说 威武 不能缺 但是 另外一样 就是 富贵 不能饮 当撒旦 不能够用 这个威武的时候 他转变过来 他用 这个 来 世上的 忧虑 世上的 财富 来 迷惑你 有人说 要跟随 耶稣 但是 他有心 来 埋葬 他的家人 才能够 跟随主 有人 要跟随 耶稣 但是 不愿意 把他的 财富 放下 可能 因为 我们的家庭 婚姻 家人 很多 忧虑 我们都 不能够 去跟随 耶稣 真实的 忧虑 先说 不要为生命 忧虑 去什么 不要为身体 忧虑 穿什么 因为生命 被饮食 重要 身体 被衣服 重要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都没有去 shopping 因为 可能害怕 去shopping 但是 很多人 在皇上 买东西 所以皇上 买东西 更加的事 因为皇上 很容易买东西 可以很快打进去 一分钟就可以 买到几千块钱的东西 所以现在 在我的电邮当中 每天都收到很多广告 刚刚昨天收到 一个 时装店的广告 4 must have 这个冬天 你一定需要的 这些衣服 enjoy our selection of 4 pieces you absolutely must have you absolutely must have 所以把它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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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东西 这个书家告诉我们 you absolutely must have 把我们的 专注 把它分散 财富的迷惑 最后一个最厉害的 最后一个最厉害的 魔鬼最厉害来吸引我们的就是财富 基督徒我们也在财富的迷惑当中 我们迷失了 就好像整个经济一样 不能够解除这个果子 可能你已经在这个真理上 这个道上 有一个的根 很深的根 但是这些经济 财富的迷惑 叫你不能够解除这个生命的果子来 这个就是第三类 这个财富 叫你把这个心拿开 听上帝的道 是需要用心来听 不需要用这个 多 一个的调查在美国 美国有 教会当中 基督徒当中 有80%的美国的基督徒 他们每年的奉献是 2% 2% 只有5%的基督徒 5%的基督徒 他们的奉献是 11% 他们是跟随这个 11%的奉献 我觉得很有趣的 就是这一群 5%的 弟兄姊妹 基督徒 在这5%的基督徒当中 他们的奉献 超过1%的 在这5%的当中 有77% 这5%当中的 他们的奉献是 11%到20% 所以他们超过 超过 十分之一的 所以指示人 他们不许因为 要follow 要跟随这个 要求 十分之一 但而是他们 愿意 把上帝 给他们的 恩典 归还 所以在这5%当中 大部分他们 甚至愿意奉献 10% 需分之二十分之一 这个就看到他们的生命 所以你的财富在哪里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 压在哪里 你们不能够 需分上帝 要需分金钱 哥培里 他讲得很好 如果一个人 对金钱 有正确的态度 那么他生活中的 其他方面 都会 正确 耶稣 他知道 钱财是人心中 最大的迷惑 也许最大压制 这个不能够 生出这个 种子的 我们可能要很深的根基 我们这个种子 落在第三种的泥土当中 但是 这些世上的迷惑 就这个人不能够 解除这个果子 这个熟灵的果子 生灵的果子 只有第三类的 第四类的 落在这个好的泥土当中 他就解除这个果子来 然后一把配 六十倍 三十倍之多 这个杀在好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又明白 听 又明白 用心来听 解除这个果子来 所以听道 不单单是 好像看这个歌星 听歌星唱歌一样 我们要用这个心 来听 当我看三本的福音书 马太马可路 讲这个 讲这个 比喻的时候 我就找到一个结论 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留心去听 他不断地提到 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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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心来听 我们要留心的 不但用耳朵来听 我们要用心来听 在三本的福音书 讲这个 比喻的时候 他 讲到这个 比喻的 比喻的最后 那个 泥土的时候 鲁家福音八章十五节 讲到 要用 落在 好土里的 就是人用 成语良善的心来听 把道 持守住 引赖着 解除果实 结果我们要用这个 成语良善的心 来听 成语良善 在原文 这个希腊文 就是beautiful 美丽 中文很难翻译 用美丽 先听 美丽 我们都看不懂 但是原文就是用美丽 beautiful handsome excellent genuine noble good honorable 这些很难 中文很难翻译 但是用美丽的 良善的 中文又是美丽 成语良善 但应该有个美丽 高贵 真诚 单纯 的心 来听 所以最重要的 第一个 你要 带着一颗 怎么样的心 来听 就看你 听得进去 有多少 今天来家听到的时候 你不带着批评 批评这个墓虚 真的不好 这个唱虚歌也不好 这个地方也不舒服 这个音量也不好 空气也不好 你怎么能够听得进去 你怎么能够听得进去 所以第一个是重要的 要截出这个果迹来的 道 叫我们截出果迹 第一个我们要用一个 beautiful 诚实 良善的心 来听 然后 马达婚言十三章 二十三节 讲到 就是听了道 又明白了的 就能够截出 这个果迹 第二个就是明白 明白 原文是tsinami tsinami的意思 其实不是明白 就是bring together 就是两个能够成为一分 两成为一 这个我觉得比明白更好 明白我听得懂了 我听得懂 我明白 不需要这个意思 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you bring together brought together 两个能够成为一起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总结 成为你生命的 一个部分 当讲员讲 赞美主 讲感恩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的感恩 这个道理成为 你的生命的一部分 马达婚言十一章 二十一节 二十一讲到 这一个的 杀种的比喻 就是他讲到 第十一种的 地图就是 就是人听了道 接受了 就结出这个果迹 我们要用一个美丽 成熟良善的心 来听 心来听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道 成为 信那米 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要接受 不但当时听完以后 就跑掉 又去听另外一个 所以不是你听多少道 我们以为我听得到很多了 什么著名的讲员 我都可以听 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 在YouTube上 什么的讲道 也都可以听 所以听到 不是去给这个讲员打分 今天 陶牧师讲的 没有上星期 那么好 给他打五分 上星期 上星期是 八十六 不传道 九分 然后 下星期 我不知道谁讲了 给他打两分 不是两分 下星期 十分 小星期 顾全道 那么就错了 不许你跟那个讲员打分 是你跟那个听人打分 听人是谁 听人就是你了 就是你 跟自己打分 我今天听完道之后 不许跟这个讲员打分 跟我自己打分 今天我听了多少进去 我今天听了多少 我明白 今天我听了多少 tunami 今天我用多少 成熙 两善的心来听 还是听的时候 我在做其他东西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一边听一边在做午餐 我今天听的时候 我有没有 接受 accept 把他福音事章 阿水 一直 然后 最后 一个 就是这个 比喻我们 我说 时道 我们要把这个真道 持守 hold on fast 这个阳文 hold on fast 听完以后 就跑掉 又去听另外一个 听完以后 有没有把这个真理 把它握住 拦住 持守 迎来 当你能够做的 就是使用的时候 那么你就是一个 听 十分的 听道者 不要给讲员打分 给你自己打分 你有没有 两善的心来听 你有没有 把这个道 连在一起 有没有 接受这个真道 有没有 持守这个真道 真道 我们来讲到的 我们也有 流声 我们有没有 听到 在这个 史玛拉 史玛拉雅山的 主峰 就是 朱木 朗玛峰 是史玛拉雅山 最高的一个 高峰 在2001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 一位 盲人 Erik Weihan Meyer 他成功地 爬上了 这个 朱 木 朗 麻 峰 最高点 他是第一个 登上高峰的盲人 他虽然看不见 他怎么能够爬上去呢 他之前有很多人 尝试去爬都 倒死了 意外了 冷死了 饿死了 其他不同的原因 他有165个人死掉 都不能够爬上去 他是一个看不见的人 他怎么能够爬上去呢 当他成功地成为第一个爬上去的盲人的时候 直接来访问他 他突然间很著名 他说在前面带领他爬这个山的前面的人 他们都在他的背后跨一个灵 一个钟 当他久的时候 他听了这个钟声 这个能声 他跟着这个声音去爬 当前面要威行的时候 前面这些的领导 告诉他在前面的要边的一共两米的地方 要威行 你要小心 他就听 这个钟的声音 他就听 前面的人给他的指示 他就捧着这个听 爬到这个山峰 今天讲的这个比喻 我们要听 但是不是用 单单用耳朵来听 我们要用这个心来听 上帝的道 当我预备每一篇讲稿的时候 我都提醒我自己 我要没有用我的心 预备来听 我要讲得到 我要没有把这个真理 成为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我要没有接受的 我自己讲的 当我叫人去奉献的时候 如果我不奉献 我怎么叫人家去奉献 当我叫人家 要努力去虚空上帝的时候 我要没有自己去努力地 虚空上帝 当我叫人家去 装备自己的时候 我自己要没有去装备 我们首先要把上帝的道 自己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接受 连接 量上 诚实的心来听 取手 就能够解除 那个生命的果子 就能够影响 祝福我们旁边的人 我们一通祷告 主啊 今天早上 你的话语 启示了我们 主要帮助我们 不要成为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的泥土 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泥土 要来打开我们的 刚愿的心来听你的话语 来接受你 把这些话语 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以致我们能够解除这个果子来 不要受这个困难 患难的阻挡 不要受这个财富 世上的忧虑的迷惑 让我们专心的来听 用我们的心来听 来接受 解除生命的果子 奉耶稣 救的名祷告 Amen